接下来关注国际焦点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地面攻击 丝毫没有停手的打算 不仅对黎巴嫩拥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轰炸 而且还在距离贝鲁特不到10公里的小城市空袭 而在此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11次到访以色列 要求以色列停火 但是再度踢铁板 布林肯同时还质问以色列是否真有所谓的将军计划 也就是以色列立场激进的退役将领们 合理拟定的计划 要求围困加萨北部 还有彻底歼灭哈马斯 尽管以色列已经拒绝了这份计划 但美国似乎还是不太放心 黑夜里爆炸巨像再加上血红火光 以色列再对黎巴嫩南部空袭 只见现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还有碎石块不断喷飞出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轰炸不手软 就连被列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的2500年古城 泰尔都难逃战火 原本风景优雅的港口古城突然间浓烟密布 现场媒体记者镜头快速反应拍下被袭击瞬间 民众急忙跑回家才知道自己的房子被炸垮了 指控以色列先射箭再化吧 但是乙军宣称成功揭灭掉三名真主党指挥官 不过也引来真主党的盟友回击 朝以色列南部埃拉特发射无人机 更让以色列坚定要向伊朗报复的决心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预告 接下来对伊朗的报复 会让全世界看到以军实力有多坚强 同时以色列还揭开真主党的金流秘密 指控伊朗靠着向卡达 叙利亚等国贩卖石油资助战争 金钱从海路两路进到黎巴嫩 情势看来丝毫没有缓和 以色列台拉维夫也因为遭遇火箭炮来袭警报大作 而此时刚好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访之际 布林肯又是一次封城仆仆的中东行 第十一次的出访 等于是每个月都到以色列的密集频率 依旧踢到铁板 甚至还传出以色列一群立场激进的退役将军们 提出一份所谓将军计划 要重新围困加萨北部 这让布林肯很警戒 尽管以军否认会采用将军计划 但是美方不肯大意 布林肯在以色列之后紧接着就造访沙鲁地阿拉伯 拜登政府试着为中战后的加萨和中东关系重塑铺路 但重点是现阶段看不到任何希望 加萨北部的贾巴利亚奈民营 大批民众排着看不到镜头的队伍 在抢水抢梁时又是再一次落空 这里的医院血库已经见底 不见医护人员 加护病房里的重伤孩童奄奄一袭 只有绝望 以军宣称在本周开放了47辆物资卡车进入 但是加萨卫生部和联合国却说过去18天来 都没有任何人道物资抵达 双方又一次的互相指责 无辜平民的苦难永无止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政府首都的证实 北韩向俄罗斯派兵 北韩士兵搭乘军舰前往海声威 正在俄罗斯东部受训 这也凸显了俄军在战场折损严重的事实 而一名俄军指挥官还自拍影片抱怨 炮兵火力全开 被瞄准的目标地立刻毁飞烟灭 俄军在乌东盾内侧客地区朝乌军 不只发射D30榴弹炮 还有阿卡提亚自走炮 俄军三面围攻盾内刺客桌的小镇赛里多夫 经过激烈的地面战后 在赛里多夫的建筑顶部插上俄罗斯国旗 这是位在乌东前线盾内刺客桌的战略小镇 拿下赛里多夫之后 有利俄军往更重要的大城波克罗夫斯克推进 乌军顽强火拼到底 国民警卫队员开着装甲车 冒着俄军攻击火力 奋勇突破赛里多夫的居民区 就算当地被插旗 乌军人不放弃 面对俄军出动 七辆坦克 十一辆步兵战车 乌克兰部队摧毁两辆坦克 以及五辆步兵战车 同时逼迫两辆受损坦克撤退 歼灭28名俄罗斯士兵 黄色的圆圈中 一名乌军独立突击营的士兵 单枪匹马出击 消灭俄罗斯突击小组 打伤四名俄罗斯士兵 甚至击毙一枕 在乌东另一个激战区 两军近距离枪战 俄军指挥官富商躲起来 派下阵亡士兵的遗体 猛烈的炮火声 让二军士兵受困 无法撤退疏散 他抱怨领导层 只为了取悦普钦 设下不可能的任务 俄罗斯突击队的指挥官 自拍坦诚 前线人力根本不足 难怪普钦 向小弟北韩搬救兵 美国国防部长也证实 从十月初到十月中旬 北韩派遣至少三千名士兵 到俄罗斯海升威 但是还不确定 是否在送往西边 参战乌克兰前线 美国白官认为 俄罗斯跟北韩军事合作 将围解欧洲与印太安全 而且违反联合国安理会 多项决议 预告将有重大制裁 并加大军援乌克兰 同时南韩总统尹熙悦 紧急热线北约秘书长 北韩派兵支援 险见俄罗斯遭受巨大的伤亡 但是普钦还不肯罢休 令北约各国更加游行 装甲车快速移动 发射空弹演习 这是瑞典军队 今年才成为北约 第32个会员国 将派600名士兵 加入北约军队 部署在拉图维亚 因为拉图维亚跟俄罗斯接掌 而战时曾遭苏联病吞 现在很有危机感 要齐心抗俄 加入北约也是乌克兰胜 政令清单中的首要项目 俄罗斯呛吓 基辅入北约不能也不会成为俄罗斯谈判议题 更是针对俄罗斯的恐怖活动 虽然北约内部还在讨论 但随着北韩高调兵援俄罗斯 北约挺务力道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TV新闻综合报道